男性同胞左侧阴南 感觉酸胀该怎么办 那最近呢 我家中的一个年轻的亲戚 上学非常的用功 就跟罗希希咨询了这个问题 并且呢 罗希希身边还有一些朋友 因为这个问题 而造成了一些不育 所以呢 罗希希今天希望能够 科普一下这个 金锁金脉曲张的这个问题 其实发生率还蛮高的 在男性中 约有10%到15%都会有这个问题 而且呢 最常见的就是发生在青少年 青年人身上 也就罗希希这个年龄 并且呢 这个阶段的男性又比较羞涩 所以呢 很多人呢 就硬熬着这个问题 金锁金脉为什么会曲张呢 主要是因为里面的一些半膜啊 失效了 那本来金脉它的作用 就是把末端的一些血液给回收回来 但是呢 由于在长期的战利 或者说长期的久坐 尤其是很多学生 现在学习压力很大 就会长期坐在那个地方 坐久了 那回流呢 可能就受到一些影响了 因此呢 这个地方就曲张了 那为什么是左侧跟他多见呢 这个跟我们人体的生理解剖 都有一定的关联 就左侧这边 静脉回流的压力会更加大一点 早期或者说在大部分人中呢 金锁金脉曲张呢 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或者说只是手摸过去 感觉左侧阴南那里 好像有这个网一样的 或者说像一包虫一样的东西 但是呢 有一部分朋友就会发展到 比如说感觉到不舒适 或者说有一些轻微的疼痛 那如果呢 听之认知 甚至有可能会造成不遇的一些风险 那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首先如果出现这些问题 建议呢 先到这泌尿外科的一些门诊 去就诊一下 可以做一些超声的检查 很快就能够诊断出来 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话呢 也可以采取以下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 穿一些支撑性的内衣内裤 它有一定支撑的 减缓它的这个下垂的压力 或者说呢 如果您是久坐的话呢 可以经常站起来设定一个道理 每20分钟 或者每40分钟 站起来活动活动 压压腿 这个深蹲稍微做一下 这些呢都会有好处 像罗西西站的青年人 应该每周要有有氧运动 300分钟的时间 或者说剧烈运动 150分钟的时间 我们很多人都是没有达标的 然后呢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在脚上垫一个枕头 可以一定程度的减缓这个症状 或者说呢 用一些冰 稍微的敷一下 也可以减缓一些症状 那如果更严重的话 有的时候可能要通过一些手术 那还是就有这个问题 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诊 不要就一直熬着 熬着熬着 如果熬了太久 可能会造成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 好的 希望这一期视频 能够让视频前的青年男性 得到一些帮助 我们下期见 祝各位朋友们健康